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红岛专程去深圳看我的歌唱 再不去就也不合情理 而且我觉得这个节目非常难得 就是它制作很好 而且不太有机会 有其他的一个节目能够让你唱 翻唱很多别的歌曲 早前李建曾表示不来参加歌手 可在红岛的努力下还是改变了主意嘛 对 当时说过这句话 但后来不改了嘛 去来了又 所以就出尔反尔了 这不很正常嘛 还真是喜欢李建大哥率真的性格呢 李建的歌声以悠扬缠绵著称 可这样的风格在歌手的舞台上 不免被提及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 我知道你说那个意思啊 就得含笑 唱高 对 其实我也能唱高 但看音乐需不需要 而且我相信 这个节目也好 这些年的音乐的普及也好 人们的欣赏的水准 和口味 多远化了 我似乎能够感觉到 真正能打动观众的还是情感 芒果拉新闻 为李建大哥的率性征服报导